农村一种野菜,名叫血皮菜,它是中国传统的山野菜之一,朋友们大家好,今天带大家来认识血皮菜,喜欢植物类视频的朋友们,请加个关注吧,谢谢大家支持。 血皮菜呢别名红凤菜,红菜,不屑菜,木耳菜等,是被子植物门双子叶植物钢,橘科,橘三七属植物。 形态特征,血皮菜是多年生草本,椰片稻卵形或稻皮针形,叶子背面呈紫红色,正面呈深绿色。 生长习性,血皮菜洗冷凉强光照气候,若光照不足则生长缓慢,野生的血皮菜常生于山坡林下或河边湿地等处。 血皮菜的嫩汁叶口感脆嫩,可以凉拌,炒食,做汤,做火锅料,再多地被誉为补屑菜。 血皮菜炒猪肝也已经成为一道佳肴,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血皮菜炒猪肝的做法吧,准备材料。 猪肝,血皮菜,酸,姜,味精,醋,盐,淀粉。 做法步骤,一,先将血皮菜,洗净,捏干水,二,猪肝先用清水泡一会儿,然后倒掉血水,再用白醋加水泡10分钟,去腥味,三,加醋,淀粉,姜,蒜,辣椒等满匀,C。 锅里倒油,当油八成热时,再倒入猪肝爆炒,然后倒入血皮菜一同翻炒,五,炒好放盐和味精,然后出锅装盘就好了。 好了朋友们,血皮菜就介绍到这里,更多植物介绍持续更新中。 谢谢朋友们关注与支持。